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特别讲究经济效益 他觉得从新疆绕到青海走青藏线实在是太绕万了 一路上光油钱就不少了 再加上他自认为开车水平高 所以每次跑西藏他都坚持走新藏线 几趟跑下来倒也没什么事 那年九月小王有一趟货要运到西藏 当然还是走的新藏线 跑这条线小王也算有经验 一般跑新藏线的车在夜城都要加满油 而且还要再带上一些备用 昆仑山里可没地方加油 备胎也要准备几个 跑货车的有些司机 还特意替一些福字 变形金刚之类的辟邪 此外 一定要再配一个驾驶员 只有两人轮流开 才不至于疲劳驾驶 小王一切准备妥当 就与副驾驶小张 一起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行了两天多 车子渐渐开始从盘山道向上走 这是一处打板 从这里开始 海拔就开始急速上升了 又行了半天 昆仑山里下起了雪 车窗外雾蒙蒙的一片 这一路段小张不敢开 于是小王就把他替换下来 雪越下越大 还架杂着寒风 小王胆子确实很大 一般司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停下车 等雪小一点再走 小王却不这么做 他一掌车子底盘高 轮子大 只要能看清路 慢点开 就没什么问题 就这样开了一个多钟头 车子进入离处半山腰地段 盘山路在巨大的山间盘旋着 狭窄的路旁 围讹着几座不知名的高山 高山被厚厚的冰雪覆盖 景色确实不错 小王可没心思观赏景色 由于他的车大 每拐一个弯都要特别小心 一步流神 方向一滑车 就会冲出路基 掉进万丈深渊 当小王又要拐一个弯时 忽然听到轰隆隆几声巨响 声音是从一旁的山上发出的 小王的第一反应就是 雪崩 在这种路上发生雪崩 可不是闹着玩的 小王胆子再大 现在也惊出一身冷汗 身旁的小张 更是紧闭着双眼 仿佛死神已经降临一半 小王生怕前面的路已被堵死 只能先停车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响 小王现在尸开也不是 不开也不是 没办法 听天由命吧 小王也闭上了眼睛 心想 这一趟估计要葬身在这里了 轰隆声持续了十分钟 渐渐平息了 小王安然无恙 他睁开眼睛 兴奋异常 自己竟然从死神手里逃了出来 他立即下了车 看看车子的情况 车子也没什么问题 小王望了望前面的路 似乎也完好如初 奇怪 不是雪崩了吗 雪呢 这时小王向另一侧的山看去 恍然大悟 雪崩并未发生在 盘山路所在的山上 而是发生在 他临近的一座山 只见这座山已经面目全非 原先突起的岩石 全部被厚厚的雪层所覆盖 而原先积雪的地方 也露出了突兀的石块和冰层 小王松了一口气 真是逃过一劫 这雪崩要是发生在这座山上 必死无疑了 他整顿了一下精神 准备上车继续走 就当小王一只脚刚一踏上车时 忽然又从车上跳了下来 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奇异的东西 在那座发生了雪崩的山的半山腰处 露出了一块厚厚的冰层 而那冰层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小王沿着路向那冰层处靠近了一些 那东西的轮廓渐渐清晰了 尽管冰层是在临近的山上 离小王起码有两公里远 但小王还是看得很清楚 那好像是个动物被封在了冰层里 那动物非常的巨大 很长 小王估算至少有两百米 有四个爪子 没有脖子 头直接与身体相连 有些像蜥蜴 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蜥蜴呢 小王仔细看了看到 那眼睛还是睁着的 隔了两公里 小王还是能很清晰地看见 他那硕大的眼睛 估计着跟这辆车的轮胎差不多大 小王胆子虽大 但看见这对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双眼 还是心惊肉跳 这时小张也凑了过来 也是看得吃了 这个巨大生物的整个躯体 全部冻在了厚实的冰层里 镶嵌在雪山的山腰处 看起来无比的诡异 这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会在这里 虽然小王文化水平不高 但他怎么看怎么觉得 这东西像是一条龙 这个东西明显已经被封在这座山上很久了 今天碰巧遇见雪崩 又重见了天日 小王心里虽然有些害怕 但见到这种奇异的景象 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十分懊悔 怎么没带照相机 把这东西拍下来 看了一阵 山里忽然起了大雾 而这屋刚巧挡在小王与雪层之间 那条巨龙渐渐隐没在大雾中 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东西了 小王与小张才回过神来 一阵感叹和惊奇过后 依不舍地开离了这里 继续他们的旅程 不知是不是见过龙的缘故 小王这趟车跑得格外顺利 或全部卖光 一路上也没遭到检查超载的交警的罚款 总之 这一趟跑下来 小王赚了不少 这就是小王的故事 至今他还经常走心脏线 但再也没有看见 那条镶嵌在半山腰的巨龙 自那次回来后 小王就专门请人用木头刻里条龙 放在家里供着 每次跑车前都要去拜一拜 第二个 山里的小海 在新疆与青海交界的地方 有一片很大的自然保护区 叫二金山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里植被茂盛 有很多珍惜的动植物 但是由于被群山环绕 又连着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可可稀里 这里先有人迹 连新疆本地人也来得很少 今天我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小孙士兵团人 很小就出来闯荡 没怎么上过学 总是南北疆乱跑 倒卖服装 皮草 甲鱼 英吉杀小刀 反正那些新疆的爆发湖们 干过的行荡 他都干过 不过都没挣到钱 1987年 小孙卖甲鱼 被逮了个正着 老赶了几个月 在鱼里他认了一个快要出去的大哥 那个大哥姑且就叫刘哥吧 刘哥告诉他 在南疆靠近青海的阿尔金山里有金子 问小孙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捞 小孙觉得出来 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答应了刘哥 等出去了一起干 1987年8月 小孙出狱了 然后联系上了刘哥 刘哥又找了两个人 四人一起凑钱 买了一辆二手吉普 扛了两桶油 收拾了一下 就进阿尔金山了 不知谁放出的消息 反正的一阵子 去阿尔金山挖金子的还真不少 那时还没成立保护区 官方也不管 大家不管3721 先进去挖挖看再说 挖到了这辈子就不愁了 阿尔金山当时不同公路 小孙他们只能沿一条小土路 颠簸着进了山 刘哥说 这条路是先前的挖金人开的 什么时候这小土路没有了 那离金子也就不远了 但四个人走了两天 小土路还是延绵不断没有尽头 关键问题是 这一路没看见其他挖金子的同伴 而路也越来越窄 越来越不平了 四个人有些害怕 继续走 有恐怕就不够了 万一有没了 在这无人的深山里 跟等死也没什么区别 但回去吧 这一趟就白来了 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 天已经将近黑了 刘哥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在原地过夜 若到明早还没见挖金的人进山 那就撤 这时是下午七点多 在新疆天还没黑呢 大家都下了车 准备找柴火做东西吃 忽然小孙觉得肚子有点疼 估计是拉肚子了 于是就赶快找地方解决 很不巧的是 这车停的地方四周都相当的空旷 竟然没有可以遮掩的 小孙当时还年轻 比较害羞 跑到了离路还很远的 一座小山头背后 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爽快过后 小孙提起裤子 正准备走人 忽然脑中产生了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好像一直有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小孙一开始也觉得很搞笑 谁没事干在这深山里看自己呢 但是在走了几步后 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好像真的有人 而且似乎就在自己身后 小孙不自觉地转过头来 当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又是在山窝里 光线很不好 但小孙还是隐约看见 在身后一块石头旁边 好像有一团黑影 小孙壮着胆子 朝那石头走了几步 越来越近了 忽然的黑影动了一下 小孙吓得扭头就跑 还没跑几米 身后就传来了一种声音 一种此清此景 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声音 小孩清脆的笑声 这个鬼地方 怎么会有小孩 小孙不跑了 强烈的好奇心 使他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来探个究竟 那个黑影此时已经来到了小孙的身边 小孙看清楚了 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小孩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岁的小男孩 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铜装 看样式早就过时了 而且并不合身 衣袖和裤腿明显短了一节 小孙见识小孩 惊恐之心也削了大半 凑过头去对小孩说 小朋友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爸爸妈妈呢 小孩什么也不说 但好像是听懂了 摇了摇头 小孙又问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小孩还是摇摇头 小孙有些不耐烦了 干脆直接问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金矿吗 一听到金矿二字 原本平静的小孩 忽然像是着了魔 瞪大了双眼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竟然朝着小孙扑了过来 小孙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毫无准备 竟被小孩扑倒在地 小孩更加疯狂 嘴张得很大 双手朝小孙脖子掐去 小孙吓得不轻 双手阻挡小孩的进攻 小孩丝毫不放弃 双手毅然拼命地伸向小孙的脖子 好像真的要置他于死地 小孙真切看到 小孩那瞪大的双眼 是血红色的 小孙毕竟比小孩大很多 力气相差还是很悬殊的 尽管小孩凶降笔路 但毕竟还是小孩 小孙终于还是推开了小孩的双手 并将他拽倒在地 他也利用这一空气 从地上爬起 也不管什么了 拼命朝路边跑去 小孙很快来到车旁 对同伴大喊 有人袭击我 刘哥和另外两人大惊 连忙取出气枪 问他 是谁 人在哪里 小孙指了指来的方向 于是另外三人就朝那里跑去 而小孙则瘫倒在地上 不一会 三个人回来了 看表情 当然是一无所获 刘哥问小孙袭击的细节 小孙当然不敢说是被一个小孩扑倒 只是马马虎虎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 刘哥想了片刻判断是遇上劫匪了 于是挥了挥手 也不用在这里过夜了 赶快跑路吧 其他两人也觉得这里不大太平 就同意了 四个人钻进车 调转方向往回开 而这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 远方的山巒也全部没入茫茫的夜色中 两天后 小孙他们顺利出山 赶到了若羌 结束了这趟旅程 小孙一直没跟同伴说出被袭击的细节 刘哥也没多问 小孙后来对我说 当初想着以后还要在江湖混 说被一个小孩扑倒在地 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但他还是说 那个小孩真的不简单 在被他扑倒的瞬间 小孙强烈的感觉 这不是一个小孩 而是一个恶魔 小孙后来发了家 开了一家很大的企业 反正是功成名就了 有一次和小孙喝酒时 他说出了这个故事 条例很清晰 他说 这件事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个小孩通红的双眼 至今还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 第三个 罗布泊 记得很早的时候 大概九十年代初 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讲述当年原子弹发射时 一些勘测的战士 在罗布泊身处 遇到一股残废的事情 当时看了这个片子 也没怎么在意 可能那电影演得实在太假 但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使我对罗布泊那片神秘的土地更加好奇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9年 当年北京组织了一次罗布泊考察队 小李作为新疆某市地质勘察局的骨干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这次考察的目的是探查罗布泊身处的地质结构和生物群落分布 当时排除了二十多名考察队员 五辆越野车 规模还是很大的 考察队在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后 逐渐到达罗布泊的腹地 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考察资料 当时的罗布泊比现在好一点 并不是寸草不生 还是有些绿色植被的 只是土壤已经逐渐沙化 地层荒漠化严重 由于罗布泊腹地人迹罕至 根本就没有路 所以车子抛锚是很平常的事情 小李所坐的车子就在第三天抛锚了 几乎整个车轮深深埋在沙地里 这一带的土质沙化严重 十分疏松 虽经队员努力 还是不能将车子从沙坑中取出 由于这辆车是负重车 车里装了大量的仪器 所以自身重量也迫使队员们很难将其拉出 为了不延误勘察计划 队长决定让小李等四人在这里留守 派一辆车去临近的弱枪舰 寻求当地官方的帮助 剩下三辆继续前行 待车子脱险再追上来 于是 小李和其他三人原地待命 开始了交集的等待 无量车子一起走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觉得什么 而现在茫茫戈壁就剩他们四个人 眼巴巴等着救援 这滋味就相当不好受了 不知不觉天快黑了 四人找了一些木头点了一堆篝火 由于谁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 谁也没有说话 就静静地围在篝火旁 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打破了沉寂 大家都不由自主抬起头 顺着声音望去 就在离车子不远的地方 尘土飞扬 好像有什么东西朝着这边奔来 小李等四人吃了一惊 这是什么东西 声音越来越近了 小李眼间 透过沙尘隐隐看到 好像是野生的黄阳 1979年 罗布泊还未完全荒漠化 有些顽强的绿色植被 而有了植物 就有食用这些植物的动物 黄阳就是这里 比较常见的一种野生手类 眼见这群黄阳越来越近了 小李对其余三人喊道 快进车子 不要被羊群撞伤 那三人都是北京过来的专家 没有见过这阵势 赶快钻进车里 紧闭了车门 就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 羊群已经冲了过来 刚刚燃起的篝火 迅速被羊群塌灭 尘土漫天飞扬 小李等四人全坐在车里 战战兢兢地等待着 黄羊群的离去 渐渐的 羊群变得稀疏了 小李等人放下心来 准备打开车门 但就在这时 只听咚的一声 好像车顶有个重物落了下来 大家本来放下的心 又紧张了起来 什么东西 大家都没有说话 小李准备打开门瞧瞧 正当小李要开门时 门的窗户外 忽然伸过来一只手 这手干别异常 就跟竹杆子一样 很明显 这手是从车顶伸过来的 也就是说 车顶上有人 四人一下子惊恐了 在这无人的戈壁 怎么会有人跑到车顶上去呢 四个人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个人跑到车顶 想干什么 就在这时 又是东的一声 一个黑影从车顶落了下来 车内四人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个人 他们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皮肤又黑 上身裸露 下身就穿一件 非常破旧的土黄色裤子 头戴一顶帽子 他的脸早已被封杀刻实地 产生了道道皱纹 大家清楚地看见 他的背后背着一杆枪 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 仔细打量着这辆抛帽的车子 并透过窗户 时不时向车里望着 奇怪的是 他好像没看见 车里的四个人一样 就呆滞地望来望去 小李坐在靠窗的座位 但那人好像压根就当他不存在一样 这时 小李透过窗子 清楚地看见那人头上的帽子 是一顶军帽 而帽沿上 是一枚清清楚楚的 青天白日徽章 那人看了一阵 也不进车子 忽然转身 纵身一跃 竟然就消失了 大家在车里大气也不敢出 待了大概半个小时 待天完全黑了 才慢慢走出来 重新点了篝火 大家都不说话 因为他们看到的 简直太过于匪夷所思 之后的几天 大家都在想这件事 也讨论过 但实在太过诡异 也没得出什么结论 三天后 若枪来的救援车赶过来了 小李他们的车顺利脱险 三十年后 我听到已是新疆某研究所研究员的老李 讲了这个故事 第四个 残肢 在新疆阿克苏境内的库车和新河县之间 有一条路从国道上岔开 身向干燥荒凉的戈壁 这条路很窄 如果车子在国道上开得快的话 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条小路 而且这个岔口上没有任何标示 指明它通向哪里 这条路只通向一个地方 一座监狱 一座很大的 专门关押被判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死缓等重罪犯人的监狱 这个监狱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新疆本地人应该清楚 我说的是什么地方 据说 内地一半的死缓 或者无期的犯人都被关在这里 原因很简单 这里地处戈壁滩深处 完全与世隔绝 是绝佳的人犯改造地点 就算有人越狱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很难活着出来 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这条小路上 小徐是我的小学同学 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疯疯癫癫完了几年 还在局子里蹲了几个月 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 就威逼利诱地 让他跟着一个老师傅学开车 学了两年半 总算差不多了 于是又拖了层层关系 好不容易拖到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 就是在那个监狱里 当补给车的司机 说实话 很少有人愿意去那种 跟犯人打交道的地方工作 可是没办法 小徐有前科 没得挑 也只有硬着头皮去了 也算是养家挣钱了 小徐的活很简单 一周三次 把食物从库车运到监狱 工作虽简单 但是却很辛苦 从库车到监狱 大概200多公里 国道还好说 一旦走在那条岔道上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条路从来都没有修整过 百邮基本是看不见了 跟纯粹的土路没什么区别 坐在车上走那条路 实在是很受罪 这个倒也没什么 更要命的是 这条路两边实在太荒凉了 光秃秃什么都没有 而且路两边也没个十吨什么的 路上沙尘也多 开起来飞沙走失的 这样一来 司机就会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不知何时把车子开到了戈壁滩里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然后迷失方向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就有一个司机 大白天地把车开遍了 开进了戈壁滩里 七天后 人们在很深很深的荒滩上 找到了他干枯的尸体和他的车 于是为了施小旭不迷路 监狱里特意给他配了一个军用指南针 如果迷失在荒地里 可以指明方向 那是1987年的一天 小旭当监狱司机已经五年了 这条路他已经很熟悉 而且幸运的是 这五年里他从来没有迷过路 那天 小旭把一车食物拉进监狱里 本来照常理是应该在那里 住一夜第二天再走的 可不巧的是 那晚监狱里出了一起 很严重的治安事件 监狱长决定戒严 严谨非工作人员在狱中留宿 小旭这种临时工兴致的人 当然也不例外 领导让他连夜返回库车 不要待在狱中 小旭也乐得不与这些 穷凶恶级的犯人待在一起 很欣然地答应了 于是 小旭在黄昏时分 开着他的东风 往库车赶去 那条监狱专用路上 本来就没有什么车子 晚上的时候 车子更少了 小旭虽然以前也是道上混过的 比较有胆 但一个人夜里开在这么一条路上 心里依然觉得麻麻的 四周都黑漆漆的 荒凉的土地上 只有小旭一辆车子 缓缓地开着 唯有前方那昏黄的车灯 才能给小旭的心灵些许安慰 大概开到晚上十一点多 忽然起风了 本来这条路沙土就多 这风一刮 土全仰起来了 前方能见度一下子低了 小旭本想停下来 等风小旭再走 但他又不希望半夜三更地 在这鬼地方停留 于是小旭索性豁出去了 凭着五年来跑这条路的经验 慢慢地往前开 大概又开了两个小时 真正到了半夜了 风一下子小了很多 前方的能见度也提高了 小旭的心也放松了下来 但是这种放松只维持了几秒 因为小旭发现 自己的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已经置身在茫茫的戈壁中了 而下面的路 没了 巨大的恐惧包围了小旭 完了 还是迷路了 这是到了哪里啊 路呢 小旭一下子慌了 在这种地方迷路 无异于送死 他急急忙忙从车里 摸出之前一直没用过的指南针 对准了方位 发现自己的方向完全错了 于是小旭调转车头 按照指南针的指引 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去 方向对了 小旭的心也安了下来 现在第一要务 就是找到原来的路 再开到车多的国道上去 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概开了二十多分钟 小旭尿急 把车停了下来 下车撒尿 一下车 小旭感受到刺骨的寒冷 戈壁摊上夜里的温度是很低的 刚下车没走几步 忽然踩到什么柱状的东西 脚下一滑 摔了一个跟头 小旭狼狈地爬起 什么狗东西 绊了老子一跤 小旭骂骂咧咧咧 当他回头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尿一下子就消失了 那个圆柱形的东西 竟然是一条赤裹的人腿 那人腿早就已经疯化了 光溜溜的 如果不是末端的脚已经很难判断 那是一条腿 这腿很修长 也很白 看起来像是女人的 小旭愣在那里左右一分钟 然后下意识地望了望四周 这一望不要紧 他差点就吓昏过去 只见车灯能照到的车子的正前方 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十几根人腿 其中还掺杂着胳膊 全都是光溜溜的 也早已风化 颜色与戈壁滩融为一体 在车上很难发现 这些四肢有长有短 就像一根根的竹竿 散落在荒野里 诡异的是 小旭在这里 只发现了胳膊和腿 没有看见一个躯干 当然也没有头颅 仅仅只有四肢 他瞬间头皮发麻 全身冰凉 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离监狱不远的戈壁滩上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 又恐怖的东西呢 这些残肢是谁留下的 身体去了哪里 头又去了哪里 小旭默默地爬上车 默默地发动车 轰的一声 车子开了 小旭茫然地指示前方 有意无意地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从前面的 零散的残肢上 砸了过去 小旭说 在那一刹那 他耳边传来了呜呜的声音 也不知是风声 还是哭声 那天以后 小旭就辞职了 辞职的原因很简单 不想再开车了 当然也少不了 和家人的吵闹 再后来 小旭还真没开过车 一次也没开过 就算他后来 靠着倒卖水果发了家 成了响当当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 人们都尊称他为许总后 他也没有再开过一次车 第五个 消失的牧民 这个故事 是我从一位姓孙的朋友 那里听来的 他一直在南江的 巴音布鲁克草原 做倒卖羊毛的生意 就是开车 进到草原深处的 各个牧点 上门收购牧民 手头上的羊毛 然后再运出来 卖给经销商 那是2004年10月 老孙赶在封山之前 最后一次进 巴音布鲁克收购羊毛 10月的巴音布鲁克 已经有些许良意 老孙开着他那二手的 北京吉普 向着一个又一个的 牧点开去 所谓牧点 就是蒙古人 放牧和居住的地方 现在的蒙古人 虽有很大一部分 放弃了 竹水草儿居的生活 搬到了乡里县里 但是仍有一小部分 依然保持着这一生活方式 哪里水草风味 他们就去哪里 而那个水草风味的地方 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牧点 一个牧点的人很少 最多也就四五十人 人多了就容易发生 争抢草地的情况 由于牧点是流动的 所以找到这些牧点 是老孙遇到的最大困难 但是老孙从小就在 巴音布鲁克草原长大 他熟悉这里 很清楚 哪里的水草风味 哪里必定会有牧民来 老孙开了两天车 走了四五个牧点 但是收获却并不大 这几个牧点的水草 并不是十分茂盛 羊放的少 羊毛当然就少了 但是老孙很清楚 在往里开 一定能找到大的牧点 老孙继续往草原深处开去 大概开了半天 路上的草越来越茂盛 老孙心里一乐 这附近一定有大的牧点 和成天的羊群 这次可以满载而归了 又往里开了一个小时 临近傍晚 老孙突然觉得有点奇怪 这么好的草 沿途应该有羊群才对啊 怎么开了这半天 连羊的影子也没看见 难道这里还没有牧民来 但很快 老孙就否定了这种想法 因为老孙看见前方的山腰处 有几个蒙古包的影子 老孙大喜 赶紧开了过去 离蒙古包渐渐临近 但是老孙的心却越来越凉 因为这片蒙古包里 好像没有人 一般像这种傍晚 慕名都回来吃饭了 蒙古包的烟囱上会生起吹烟 远远就能看见 但这几个蒙古包 却看不见吹烟 而且 随着生人的到来 远远就能听见 蒙古人养的狗的沸声 但是老孙一直没听见 蒙古包竟悄悄的 没有一点声音 在傍晚快吃饭的时间 这种安静是不寻常的 老孙很快开到了蒙古包边 急忙下车 扯开了嗓子喊 老乡 有人吗 喊了好几声 就是没人应 老孙走到一个蒙古包门前 朝着里面张望 好像没有人 他索性钻进蒙古包里 看个究竟 这是个很传统的蒙古包 整洁的被褥 干净的茶几 正对着门的方向上 还挂着一幅 长急思汗的画像 老孙颠了下茶几上的茶壶 里面的水还是温的 在蒙古包外 还晾晒了几件衣服 老孙摸了摸 很湿 好像刚洗过不久 一切的迹象显示 这里的人应该刚离开不久 但是天快黑了 他们是去哪里了呢 老孙又进了另外几个蒙古包 都毫无例外地没有人 没有老人 没有小孩 没有狗 老孙在一个蒙古包里 发现一把猎枪 这可是牧民们最信赖的东西 无论去哪里 他们都不会把猎枪落下 老孙拿起枪 仔细一瞧 枪已经上膛了 怎么回事 一般来说 牧民是不会轻易给枪伤唐的 万一走火 可不是闹着玩的 除非是发生了非常危险的情况 但是 在这个平静的蒙古包里 怎么会有一把伤了唐的猎枪呢 老孙脑子里乱糟糟的 这个牧点的一切看似寻常 但仔细一想 但仔细一想 却都不寻常 夜幕降临 墓点依然很安静 安静得有些可怕 老孙抱着一线希望 坐回车里 想再等等看 说不定一会儿牧民就扶老邪幼 开开心心地回来了呢 但是他一直等到天完全黑 也没有等到这一幕 老孙有些害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的牧民呢 羊群呢 马呢 怎么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消失了 消失得干干净净 无影无踪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越想越害怕 不能在这里待了 这里的一切都不对劲 于是老孙也不管收不收羊毛了 调转车头 离开了这个诡异的地方 老孙离开后 从后视镜上 看的那几个蒙古包 逐渐消失在夜色中 紧张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这一趟老孙不准备再收了 也没心情再做事了 他连夜将车开到一个幕点 过了一夜 在幕点里 老孙向蒙古族的同胞 说了这一天的所见所闻 牧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们世代居住草原 也从未听说有这等事 老孙见没问到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只好罢休了 第二天 老孙从草原回到县里 第一件事不是把羊毛转手 而是到县公安局报案 但公安局里的警察 听了他的故事 却是不以为然 在他们看来 那幕点里的牧民都集体搬迁了 蒙古包是他们特意留在那里 等来年再回来住的 老孙向警察讲了一些细节 解释说 他们绝不会这么做 但是警察说什么也不肯立案 还说老孙无理取闹 老孙没办法 只好郁闷地走出了公安局 第二年初 老孙再一次进入草原 想找到那个无人的墓点 但奇怪的是 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仅蒙古包消失了 那片极为肥美的草场也消失了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每当老孙向我提起此事时 他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 他说 他们真的不是搬走 他们真的是消失了 消失在了大草原的深处 消失在那浓浓的夜色里 第六个 风沙中的双脚 来过南疆的朋友们 一定听说过沙漠公路 这条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公路 是世界上第一条贯穿沙漠腹地的公路 建成于1995年 这条公路的起点是轮台县轮南镇 终点是民风县 全长400多公里 大大缩短了从乌鲁木齐到南疆重镇和田 以及夜城的距离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而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发生在这条公路上 我有一个叫老林的朋友 他是专门搞和田玉生意的 从和田批发大量的玉石倒卖到内地 90年代末 内地的和田玉石场还远未成熟 不像现在泛滥的样子 老林一转手 可以赚到好几倍的差价 所以在几年时间里 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老林为人很低调 从来不显富 住着很小的房子 穿着很旧的衣服 连开的车 都是很早以前 从部队淘汰下来的北京吉普 他对我说 搞玉石这一行水很深 一定要低调 否则会很惨 那是1998年春 老林照例去和田收育 沙漠公路当时已经开通 这着实方便了老林的生意 老林开着他的北京吉普 在一个明媚的上午 开进了沙漠公路 前段时间 老林刚做成了一笔大买卖 赚了不少 加上今天沙漠公路阳光明媚 天气不错 他的心情也是相当的好 但是好景不长 沙漠的天气说变就变 开到中午的时候 突然刮起了大风 黄沙铺天盖地 能见度瞬间就香了下来 老林倒也不急 春天本来就容易刮风 见怪不怪了 风越来越多 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老林经验丰富 放慢了车速 小心驾驶着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 风似毫没有小的样子 这时老林有点毛了 因为风沙已经开始 吞没前面的道路 如果风再不停 前面的公路就会全被沙子掩埋 那自己也会在沙漠中迷失方向 就在老林焦急的时候 只听见车子喀啦一声 瞬间熄火了 老林大吃一惊 不好 这车子也跟着出毛病了 没办法 老林只好迎着风沙下了车 检查起了车子 老林一下车 就感觉脚下已经铺里层厚厚的沙子 宽阔的路面只剩下一个轮廓 要是再挂下去 这轮廓也迟早消失 老林先检查了下发动机 幸好发动机还没坏 他断定是底盘问题 可能是底盘进了太多沙子 于是老林钻进车下面 查看底盘的零件 由于风沙能见度很低 老林钻在下面 看得十分费劲 检查了一阵 老林认定是底盘摩擦严重 需要机油 于是他准备钻出来 到车里拿机油 就在他要钻出车时 眼睛的余光忽然瞄到什么东西在车子边 本能使他又钻了下去 转过头看看是什么东西 车外风沙很大 视线很不好 老林又有点近视眼 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但初步断定 好像是一个人的双脚 老林来了精神 一定是路过的司机 看见车子停在这里 想查看一下怎么回事 刚好多一个人帮帮忙 老林心想 于是老林在车底拼命 朝那双脚凑过去 想给那人打个招呼 就在老林离那双脚很近 身子就要钻出来的时候 老林看清了那双脚 不 还加上半截腿 而且看得比其他时候更加清楚 更加真实 因为那腿和脚是光着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沙漠公路的温度只有十度左右 远不炎热 怎么会有人光着腿脚在公路上走呢 这也太古怪了 而更加古怪的是 除了那双脚 老林还看见了一个东西 枪管 那枪管垂直着搭了下来 枪口离地面只有几厘米 很明显 那人竟然拿着一把长枪 老林见到这阵势 本来探出的头又钻进了车底 心口不由地突突直跳 那人好像还没有发现 车底下的老林 还一直站在车边 一动也不动 老林盯着那脚 极力屏住呼吸 不希望那人发现自己 就在这时 老林看见那双脚 又朝车子走进了几步 离老林那是相当的近了 老林又看得清楚了些 没错 这人是光着腿和脚 脚还不小 从尺寸上来看 老林断定 那人个子也很高 只见这双脚在车边又站了一会儿 忽然快速朝车门处走去 也许是风太大了 老林没有听见一点声响 顺着那双脚 老林看见那人 站在驾驶室的门边 又一动不动了 那人是谁 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 只听哐当一声 那人好像打开了车门 然后又不动了 好像在往里张望 老林心里更加慌了 难道他要找我 他会不会蹲下身子看车底 他到底是什么人 老林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幸好风声掩盖了心跳声 否则那人非得发现自己不可 忽然那人又一个转向 朝靠近老林的方向走来 这次那双脚的速度却非常慢 一步一步地 渐渐接近老林藏身的部位 老林心想 不好 那人发现自己了 老林拼命屏住呼吸 本能地缩着身子 不一会 那双脚就出现在老林的眼皮底下 老林不敢动 生怕会发出什么声响 那脚就在离老林脸不到十公分的地方停下了 站着不动 老林清楚看见了那人小腿上粗粗的汗毛 但那人就这么站着 就是不蹲下来 老林已经全身是汗 精神高度紧张 时间好像已经凝固了 老林不禁闭上了双眼 大概过了十分钟 老林渐渐睁开了眼睛 眼前的那双脚不见了 老林又扭过头看另一边 也没有 那双脚就这么消失了 完全不见了踪影 老林不放心 还是不敢出来 又再彻底待了一会 当他确定那人确实走了之后 才放下心来 从车里钻了出来 这时 风沙已经小了许多 能见度提高了 老林拍了拍头 回忆刚才的景象 觉得太不可思议 难道是幻觉 但这个想法 就只在他脑海里 出现了三秒钟 因为他看见了 那个扭曲变形的车门 原来锁着的车门 现在就跟一团纸一样 缩在一起 皱皱巴巴 老林轻轻抬了台门把手 那门就哐当彻底掉了下来 完全报废了 老林心里一片空白 茫然地坐进了驾驶室 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的风完全停了 老林木然地发动了车子 很奇怪 车子好像又恢复正常了 于是他开着那辆 没有门的北京吉普 继继续向前开去 也许是这件事受到了刺激 老林这一趟 进货精神一直不好 不小心进了一批假狱 损失惨重 后来老林就不做 和田狱生意了 在2000年的时候 全家移民了新西兰 去年他回了趟新疆 跟我们说起了这个故事 蒋满他深深吸了一口烟 阴郁地说 新疆真是个琢磨不透的地方啊 是个琢磨不透的地方啊